好的这里就是我们本次的美女半身像所使用到的工具材料 这帽子的外轮廓根据结构按照不同的轻重变 对部分的结构进行加深处理身体的轮廓和衣服的褶皱 使用重匠的四号压叉器将衣服打结处的褶皱表现处理一下 尖端去加深五官的结构 使用炎肌的黄茶色 使用炎肌黑色不调水将边框给它勾勒出来 哈喽我们的一个美女半身像的制作教程呢 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再见